同學我們現在來解釋 這個題目 題目先看仔細 3 這個 看一下所有尺寸標註 看到尺寸標註 試圖跟試圖之間要隔4公分 這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等角圖每一個是 5mm 特別注意一下 第三角法 第三角法 畫出他前視圖 俯視圖 右側視圖 CAS的字圖標準 畫出他的尺寸標註 出細 出細說實在這個很難去定義 其他的應該OK 這個題目比較難的地方是 他是有傾斜的 所以同學在看的時候要特別做 注意一下 所以你要拉一些輔助線 而且他這個是單斜面 如果是負斜面那就更 更難去畫了 因為怎麼看單斜面 因為這兩個線是平行的 就像我們 一個 單斜面 這個一定是 平行的 所以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裡是平行 是單斜面 所以這裡可以先畫一下輔助線 好這裡 這裡就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這裡 123 3格 這邊 而且他這邊要傾斜 所以你要拉這一個 拉這一邊過來 對這邊 所以他高度要看這個等角線 你拉這一個 對過來你會錯誤 你注意看 他這只有兩格 可是實際上他是有往這邊又傾斜 所以他這裡 其實 拉過來要在這邊 所以他對起來是要在這裡 所以你一定要拉對你的 等角線這樣子才有辦法 做出這個題目 所以你注意看他是像這樣子 這邊是一格 這邊 老師稍微把它畫出來 這樣子我在對的時候會比較好對一點 千萬不要去數邊緣 一定要數等角線 所以這邊是 兩格 所以有圓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在畫的時候 一定要先畫剪圖 來 老師畫比較大一點點 來 我們這 一格 所以 來我們先從上市圖開始 正式圖 正式圖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 所以我們先從正式圖 1 2 3 4 4格 好 沒有8格 8格 好 上去 2 4 6 6 8 9 9格 1 2 3 4 9格 記住他就傾斜到這邊來 它是往外請寫一格 所以它是請這裡往外請寫一格 這裡 再來 它是往上 1 2 5 5格 數一下 一樣 5格 所以對 5格 1 2 3 對過來 往這邊 2格 這一定要算仔細 數2格 劃下來 我們先拉這一條線 我們先把前面解決 好 再往下 一定要數等角線 2格 好 再來 1 2 3 4 4格 上來 這邊 這邊是對稱的嘛 所以這裡2格過來 剪圖一定要先畫 特別注意一下 這裡 錯了 沒注意看 糟糕 是 覺得剛才很慢 這是 絕對 是 這 你 是 S